一性间有纯友谊吗? 有时候写的东西都会拿来让我帮他欣赏一下 时间长了,大家更是无话不谈 大学时期,每到放假期间都会出来聚聚聊聊 他会跟我说他谈了个女朋友 有时候两个人生气了 他来问我怎么哄他才能变好 我也一直挺开心的能有这样一个异性朋友 可是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真的内心崩溃 大山暑假的时候 他回来说要晚上出来吃饭 我说好呀,反正晚上没什么事情 晚上我去了我们经常去的那家餐厅等他 等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来 正当我打电话给他说 打算回家下次再聚聚的时候他来了 刚坐下我就闻到了特别重的酒味 他解释说刚刚因为遇到几个发小 非要一起去喝酒呗 所以才过来晚了 我说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看你喝的也不少呀 他说没事 然后点了几个我平时喜欢的菜 他说你吃,我们坐着聊聊 然后我看出了他的神社不对 然后就说怎么了 又和你的小女朋友闹别扭了 他笑着说哪有女朋友,分手了 当时是搞的气氛有点尴尬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他说没开玩笑 说的是真的,真的分手了 后来我们换了别的话题 但是我看出他的不开心 我说天也不早了 我要回家了 他说那走吧,我送你 我们一起走到了我家的那个路口 我说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有时间再出来玩 我刚一转身 他就从背后抱住我说 我们去宾馆吧 当时我觉得我脑袋空了 我强笑着说你开什么玩笑 喝多了吧 然后把他的手松开 他说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但是你有男朋友了 现在你们已经分手了 我也和我女朋友分手了 我说你别说了 我就当今天什么都没发生 也许以后还是朋友 然后我转脸就回家去了 他说我就在这个路口等你 回到家我看他发来短信 我不会走的 我在那等你 我不介意一夜情 最后三个字彻底刺伤了我的眼睛 我整个人都傻掉了 我把所有和他的联系方式 全部删除 关了手机去睡觉了 就这样我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我觉得我自己这些年太瞎了 所以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 男女朋友间会有什么纯洁的友谊 如果你们的交情特别深的情况下 你相信有纯洁的友谊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